这里是萌妹电影,我是西西,今天我要给大家安利一部关于慰安妇的电影《雪路》。 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日军统治下的朝鲜,少女中芬生在一个贫困家庭,即便到了上学的年纪也只能帮着母亲送东西做家务,所以她一直很羡慕隔壁家的永爱。 虽然和她一样的年纪,却能上日本学校,还能穿着干净的漂亮衣服,并且中芬一直暗恋着永爱温柔的哥哥,他是一个会帮永爱去嘴角食物残渣的温柔男子。 中芬享受着这种心动的感觉,可是好景不长,因为战争需要,永爱的哥哥被日军抓走冲了军,而永爱也即将被送去日本。 梦想中的老师了,中芬对此很是羡慕,但也只能留在家里照顾弟弟,可是就在当晚,他却被突然闯进来的几个男人抓走了,等他醒来之时已经被抓到了火车上,还遇到了永爱,在那一刻永爱知道自己被骗了,可是他们都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会是那让人绝望的未来。 不久后,他们被送进了日本的慰安所,单独锁在狭小的房间里,每天都需要服侍无数的日军,受尽了侮辱和欺凌,还时不时逼他们拍下假照片,以此来掩盖罪行。 这样的生活维持不久后,永爱被查出怀孕了。 老宝想要逼他喝下堕胎药,毕竟若是怀孕就是死路一条,但永爱早已经不想活了,所以拒绝喝药,却被强迫灌下了堕胎药。 绝望的永爱趁夜里逃了出去,他走到结冰的河面,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,但忠芬赶来救下了他,因为从小在艰苦环境下长大的忠芬心里很清楚,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。 他们被抓了回去,忠芬悉心照顾着永爱,在这个过程中,他们也结识了乐观积极的大姐姐。 三人一直鼓励陪伴着彼此,但不久后大姐姐因为感染了严重的霉毒,无法继续适逢日军,被无情地杀死了。 那一刻忠芬他们更加清楚了,若不逃出去,那么只有死路一条。 但还没来得及逃跑,日本便战败了。 一天晚上,日语非常熟练的永爱听到了,日军想要在撤离前杀掉他们毁灭罪行的决定,所以永爱在日军杀掉他们当晚,趁乱拉着忠芬逃了出去。 两人不断鼓励着对方,但其实永爱自己中了弹。 所以在最后撑不住即将倒下之时,他嘱托忠芬无论如何都要勇敢活下去,最后倒到了雪地里。 忠芬只能继续往前走去寻找求生的希望,不久后他获救了,但等到回到家,却发现家里早已空无一人。 为了活下去,他只能去救助站领取补贴,但因为忠芬是被抓去的,所以救助名单上并没有他的名字。 无奈他只能谎称自己是永爱,领到了那救命的钱,此后便离开了家乡,再没回去过。 他一直认为这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,所以从不敢与周围的人提起。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,他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,但在忠芬心里,永爱一直都在他的身边,他不曾孤独。 后来忠芬收养了一个一样孤独的高中生,也终于在高中生的鼓励下选择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。 他找回了自己原本的名字,接纳了慰安妇的身份,还投身于揭露日军罪行的运动里。 最后在政府人员的帮助下,他终于找到了永爱的哥哥。 原来战争结束后,他一直生活在国外,忠芬时常挂念着他。 在生命的最后弥留之际,忠芬独自一人走在洁白的雪路上,他不由地想起了妈妈亲手做的棉被,和已经永远沉睡在雪地里的永爱。 突然开始无比期待自己与永爱的再次见面,也许在那个世界还有他的家人在等着他。 那团聚的场面才是他原本应该拥有的青春记忆,但战争却夺走了这一切。 可惜比起中分,更多年轻女孩生命的逝去是无人知晓的,他们直到死去也不曾得到一句道歉。 好了,本期的案例到这里就结束了,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,记得点赞评论关注我哦。